全球经济大崩盘已经溅在弦上 而下一次金融危机就是中国正式崛起之时 握好你手里的钱 因为一场抄抵全球资产的造富神话即将上演 今年听得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不行的 服务业 房地产 金融一片哀嚎 但有一个行业却在疯狂地赚钱 什么呢 出口制造业 前五个月中国出口近9万亿 增长高达11% 贸易顺差几乎是制造业国家中唯一唯正的 别看越南也是大涨啊 基本都是从中国运过去贴个牌 就发完美国的两个字避税 这说明什么 说明全世界都在逆差 只有中国在顺差 外汇储备称称称往上涨 这两年全球大通胀 钱越来越不值钱 斯里兰卡上一周直接破产 土耳其也在崩盘的边缘 为什么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大通胀 因为这次通胀虽然不是由中国发起的 但是中国发扬官大了 美国无限的印钱 那我们就无限的生产产品 通过低价进行全球的倾销 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而金融危机一旦来临 中国就可以拿着手上的 3万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 去抄抵全球优质资产